三代之间 以孝道 智慧 爱来参加 我们常说 人生要学习的就是 做人做事的道理 那么做人要宽厚大方 做事要负责有法 今天要为你介绍的超级阿嬷 她是一位非常慈爱的长者 在当时物质匮乏的年代 她就乐于分享 同时她把六位子女教养得非常好 她跟先生经营了一个模范的家庭 我们一起来看他们家幸福的故事 宽厚阿嬷 李云飞 一生以宽厚待人接物 以慈爱教养子女 是晚辈眼中的慈祥长者 更是邻里敬重的模范母亲 也是最佳的人品典范 方逸林 传承母亲的慈爱精神 对子女提供无条件的爱与包容 帮助她们发展各自的潜能 成功活出自己的兴趣与专长 唐雨婷 台湾新生代的陶艺创作者 从小在母亲无条件的支持下 得以发展自己的兴趣 以艺术创作为人生置业 作品多次受邀于国内外展出 我们欢迎云飞阿嬷 超级阿嬷已经88岁了 还有阿嬷的女儿义琳 以及外孙女雨婷 来到我们三代之间 那么义琳我想请教你 因为你生长在眷村的外省家庭 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 我有很多的好朋友 他们也是来自眷村的家庭 那么听说爸爸妈妈经营的家庭 在你们的眷村是模范家庭 是不是可以一起跟我们谈一谈 我们之所以被邻居称作是模范家庭 我自己觉得 那就可能是因为 我爸爸跟我妈妈的相处 还有他对我们子女的教育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原因 为什么呢 因为我爸爸虽然是职业军人 可是他在大陆求学的时候 是学的教育 就是示范学校 所以他曾经是老师 校长 校长 后来他是小学的 对 那所以他对我们都是 实施爱的教育 那他也是一个非常慈祥的爸爸 那我妈妈是一个 落实信仰天主教的虔诚信徒 所以他就懂得敬重我爸爸 然后辅佐我爸爸来教养我们孩子 维持家务这些这样 那在我们那个年代 靠我爸爸一份那个微薄军人的薪水 是非常辛苦的 要养一家六口小孩 加父母八口 是非常辛苦的 那虽然在那个时候 物质很匮乏的时候 可是我从来不觉得 我们缺少什么 这样 就是还是童年都会过得很快乐 然后就营造我们家的就是一个 非常的会互相关怀 和谐快乐 充满温暖的幸福家庭 所以我自己觉得 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我们是个模范家庭 我想还不止这样 因为妈妈很懂得持家跟离家 因为你看爸爸微薄的薪水 要照顾你们一家老小总共八口 但是好像你们从来都不觉得说 生活上有些什么缺少或匮乏 那么阿嬷你怎么做到的 都是说 大家都是很困难的家庭 因为我以前在家里头了 我就绣了个花 所以我没有多数多的菜少 我就绣了个花了 还有那个结婚的新样子 穿的衣服 就给人家从这样子一起修下来 然后是生活 时候手里赚一点收工钱 可以不加用 是 那真的是不容易 对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要排队 等我妈妈的那个 对 因为妈妈的作品有爱 对 你现在讲 对 是 那么听说妈妈呢 不只这样呢 其实妈妈的人缘还特好 对 那么以前呢 好像你的这个街坊邻居啦 或是这个朋友呢 大大小小的事情呢 都很喜欢去找阿嬷聊聊天 阿嬷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走的那个箱子啊 在大中间 摆几个鱼子啦 就走的聊天啊 做食啦 这些啦 聊聊家畅啦 这些家里都 有什么东西能吃的 能都给小孩子吃啊 小孩子也喜欢 也喜欢这个 那时候就叫放妈妈 放妈妈 到下午就不得吃了 门口都是所办 所以我很好奇耶 因为你这样做手工 真的很辛苦 那么在物质匮乏的时代 你为什么还这么大方呢 还愿意把这样子 辛苦赚拿的钱 去分享给别人 因为在我们家门口来玩的 连居这些都对我很好 我也对他很好 只有他们有一点好处 小的我对他们 很好很客气的 但比较说 他对我只有走的两层 我就做得很好 生活上面很困难 我就要对他一张 要对他一张 连居们都这样 哎呦 就是模范家庭 所以这是好家教耶 是 阿妈我想请教你 是什么造就了让你有仁慈跟宽厚呢 那是吃的宽厚 一定都是我父母 跟我们讲的 我们要跟邻居的孩子 有点要和气 当大了的时候 他的环境很不好 晚上都没有饭吃 人家他那孩子就要够紧 我就偷偷地 咬一通都没给了 咬了可是我们家就睡了 明天一天要买来还给我们 就买来就就就就还给我们了 还给我们的时候 后来我们心动了很难过 跟我们的父母讲 我们邻居应该要互相帮助 我们有吃有活的 应该他们都没有 我们应该要帮助他们了 这些儿子 那义琳我想请教你 你看妈妈这么的大方 而且听说 常常会有很多的时刻 来你们家吃这个眼前的饭 那么时间到了 要吃饭了 他们也不回家 那当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很厌烦 还有妈妈有没有告诉你们 如果说有客人来了 现在他不想回家 妈妈有没有要你们在态度上面 要特别注意什么 对 我想讲说 因为那时候我还比较小 其实不懂得家里面的 那个经济状况是什么 知道家里面有很多人来 很热闹 我们也就很高兴 对不对 然后那只是我妈妈就会 跟我讲说 我们只要做就是有礼貌 就是长辈来了 我们就是要称呼 那很有礼貌的 然后至于他们用餐的时候 因为其实以前的桌子 也不是像我们宴会的那种食人桌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小孩子是 能不到我们上桌的 所以我们就端着碗 在菜 然后在那边吃 那时候我们也觉得也很好玩 可以端着碗在下面 所以完全没有感觉到说 是他们来会对我们造成什么 这样 对 我还要讲一件就是 我记得我妈妈 曾经就是我们那个 我爸爸的同事 家里面有很多的黄金 结果就托我妈妈保管 最信赖你妈妈 非常信赖 然后我妈妈 那个朋友来我们家的时候 我妈妈就每次都会 把那个黄金再拿出来 就等一张给他那个朋友看 那朋友就说 妈妈你要讲吗 黄金的事 就十天半个月 他就没玩一次 我就连宝宝拿给他看 我说你看 以前怎么困的 怎么包的 我给你看一看 我给他看过 来看过两次 他以后他就讲了 我以后再来看 你不要拿给我看 我以后我要回大陆 我要带回大陆去的 那叶玲我想请教你 CJ你们六个姐妹的 成长的背景当中呢 有没有特别想到的说 爸爸有哪一些家规 或者是你觉得如果提到 你们方家的家教呢 你会跟别人分享的是什么 对 一般来讲 所谓的家规一定都是很严厉的 好比说是什么十点要回家 或者是什么 这在我们家是完全没有 我爸爸他们父母对我们 你们家没有门禁 完全的宽容跟信任 主要是这样 对 所以说 那我们自己也都会很自律 所以说完全也都不需要 所以在我们家 就不会有什么打骂呀 这些什么 爸爸他们就是用教导的嘛 对 所以说我们家 所谓的家规就是宽厚待人 对 然後我父母又都是很大方的人 所以说同学都很喜欢到我们家 很自在 到我们家来玩就会很自在 那么雨婷 我想要请教你 你是你们家的第三代 那么阿嬷的慈爱 我相信你感受得会特别地深刻 你能不能说说你对阿嬷的印象 其实我对阿嬷的印象就是 每次回过年过节回家的时候 她都会一直问肚子饿不饿 要不要吃什么 要不要喝什么 然后你现在想要 想不想要玩什么 想要看电视 她就是一直很 希望你是在他们家的时候 你是很快乐的 那其实每次回去的时候 阿嬷都会想办法让我们知道说 她很关心 我们很在乎我们 那她就会给我们红包 那因为很多长辈 其实就是会习惯给晚辈红包 但是我觉得阿嬷很特别一点 就是她会在红包袋上面写字 就是 祝福的话 对 写了很多祝福的话 那我们 因为她不知道 她会写什么 所以每次看到的时候 都会觉得很惊喜 就是好像外婆给我们一些 一些祝福 对不对 而且是不是都写得不一样 对 她都是不同的时期 然后就给你一些不同的祝福 这样子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呢 比如说学业进步 然后会写一些比较亲密的 亲爱的乖乖 宝贝 或是这些比较亲密的 有时候可能用话 比较没有直接讲出来 但她会用写的 写的时候就是会写更多 对 所以外婆都会写 亲爱的乖乖 亲爱的宝贝 然后讲外婆心里 想要对你们祝福的话 那就是你到现在都每个都珍藏着 那么对于你的成长的过程 有没有影响 我觉得 因为其实外婆刚刚提到 就是说她好像没有机会念很多的书 可是但是她愿意就是花心思 把她的 对我们的爱 然后就写在这个 好像留下一个什么记录 那其实对我而言 我会觉得说 被爱围绕的时候 你可能其实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有时候你看到一些 好像纪念品的东西 你会觉得说 我回想起那个时刻 那么依林 我想请教你 因为你是来自一个爱的家庭 所以你结婚之后 你有没有特别跟你的先生 有讨论到要如何来教育下一代 因为你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很多的事情 就是做不用说 而且你刚刚一提到家规 你说那是很严肃的 那对你们的下一代 也没有名文的家规吗 对 因为我爸爸妈妈 就是爱的教育教育我们 所以很自然的 我们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来教养他们 那我们也是不成长打骂孩子 就是以孩子的兴趣 尊重他们兴趣的发展 那么雨婷 您至新生代中 很难得的这个陶艺的雕塑家 那么我相信很多年轻人 一定对你很羡慕 是因为你从年纪很小的时候 你就找到自己的兴趣 而且确定人生的方向 尤其是现在你的作品 也相当地杰出 那是不是这个来自于一个爱的家庭 是有影响的 还有妈妈在你很小的时候 她如何就引导你 就是朝着你的兴趣跟专长 那么来发展 因为其实我从小就很明显的 我就很喜欢画画 就是很少就确定这件事情 那因为其实画画可能对很多人来说 它不是一个很 怎么讲 以前就是念书就好 对 画画第二对不对 对 很有出入 对 很有出入的一个兴趣 所以可能很多人都会受到一些阻拦 一些要求 对 那是会希望你画画当兴趣 然后你就好好念书就好了 但是其实我家人从来都没有 我母亲我父亲都没有这样子要求过 就是我说我想要学画画 他们就说好那我带你去 那么慈爱的外婆跟慈爱的妈妈呢 在你现在的作品上面 你有没有觉得你也深受影响 如果说创作这件事情 是必须要在一个 在一个什么很孤独的状态 或是一个很专注的状态 我觉得我是完完全全的 有这个自由去做这件事情 那可能不需要跟家里有一些什么 拉扯或是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被爱的环境 是太好像太自然的 所以我不需要去担心多余的事情 知道说这个是一个很强的后盾 然后我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我不需要局限自己 我可以很自由地去做这些事情 是的 那很难得 因为你是被爱包围的 因为爱已经培育在你自己的一种 你的想法跟你的这个作品里面 我想应该是展露无遗 那叶玲我想请教你 那因为六个姐妹都长大了 那妈妈现在是住在嘉义 听说你们过年过节 还会特别都会有聚会 然后兄弟姐妹平常也会互相合作 这个在妈妈的宽厚的教养里面 是不是给你们很大很大的影响 有 就是对我们家兄弟姐妹感情就很好 那主要当然也是因为我父母感情很和谐 这样子 那所以说在我爸爸妈妈 他们那种很宽厚慈爱的那种环境下长大 我们自然而然我们的兄弟姐妹也就会 常常都会联系 亲密联系 然后也会尽量地分工合作 那像我妈妈现在在嘉义 就是我大姐跟我弟弟在照顾妈妈的起居 所以说把我妈妈照顾得非常好 尤其是我大姐特别辛苦 早上就帮我妈妈把她的早点药 什么全部都弄好了 那还有我二哥二嫂 就是我们会分工合作 那我二哥二嫂 他们本来是跟我妈妈住的 那后来他们自己买个房子 然后就到 对 可是他们每天下午 我二嫂就会回来 跟我二哥一起回来做晚餐 陪我妈妈用晚餐这样 是 对 所以妈妈好福气 好福气 依林 我们上人常常讲说 父母是子女的魔 所以你的妈妈的爸爸妈妈 把她教得这么好 所以你从小耳濡目染 看到妈妈爸爸如何在待人处事 还有如何在教育你们下一代 那当你在教育你下一代的时候呢 是不是你也特别有关照到说 应该如何来协助孩子 让他们能够找到人生的方向 而且很努力地往前走 从小因为我们是军人家庭 真的是比较有点清平的 那所以我的父母也不太有这个能力 让我们兄弟姐妹学什么的才艺 但是他们真的给我们满满的爱 那所以在当我在教养我的孩子的时候呢 我不仅给了他们满满的爱 在我有能力的时候呢 我也会尽量地支持他们 去发掘他们的才艺 兴趣 然后就是支持他们 让他们完成他们的梦想 是 而且好像逸琳你都陪伴着 雨婷还有哥哥 对 陪伴着他们一起坐一起走 对 因为毕竟孩子长大只有这么一次 对 是的 我们在云飞阿嬷身上呢 看到她的宽厚待人 而且她用爱来持家 她真的是整个眷村里面的人品典范 而且我们在新生代身上呢 也看得到他们把他们慈爱的家教呢 能够把它发扬出来 好 谢谢 谢谢来到我们三代之间 谢谢 好 我们说呢 一个幸福的家庭呢 是要有温度的 而且这个温度呢 要持续地加温 看我们如何用一杯茶 让家庭爱的氛围呢 能够增加 欢迎您一起来看 《阿丽到你家》 奉上一杯茶 让家人的爱 随着茶香扩散 阿丽到你家 教你如何为家人泡茶 今天阿丽到你家 要到一个婆媳都是能干女强人的家中 阿丽要教媳妇张志慧 如何用一杯茶 拉近婆媳间的距离 并且传达媳妇对婆婆的笑意 嗨 志慧 阿丽老师 嗨 欢迎来我们家坐坐 好 请坐 请坐 你家好大 有吗 十五年了 而且很舒服 真的 那平常呢 平常你都跟谁一起住 跟师兄 跟妈妈 跟两个小孩 所以你有四个宝贝 对 婆婆宝贝 先生宝贝 还有小孩宝贝 对 超宝贝 超宝贝 对 讲到婆婆 你妈妈以前是我们产辈 敬辉辉辉 对 然后听说你是服装界的女强人 跟婆婆平常都怎么相处 说实在很少没时间 很忙 回来都很累 那平常呢 如果我们对老人家 可以血寒温暖 让她觉得好像每天 有人家跟她讲话疼爱的感觉 其实那是很好的 对 那我们来创造那样的机会好吗 好啊 智慧 那像我结婚之后呢 跟婆婆住已经三十多年了 她忙我也忙 但是我都会呢 利用婆婆呢 喜欢喝茶的时候 我就喂她泡茶 喂她凤茶 然后跟她问安 那跟她讲说 我今天要在护士 她就觉得很安心 而且觉得说 这个媳妇呢 就是好像很窩心的感觉 那因为你说你婆婆呢 不喝茶 所以我为你带来了养生茶 她最喜欢的 对 那像你平常忙 但是早上呢 你要上班之前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材料呢 就放在两个热水瓶里面 那先把她泡 对 那泡到晚上呢 正好喝 所以吃饱饭呢 就说妈妈来喝茶 那那个时候呢 婆婆就会觉得说 阿温 媳妇 会觉得如何 很高兴 要想跟我说话 好吗 我们来泡 好 那因为是你跟婆婆 所以我们布置一个 两个人的空间 两个人谈心的地方 好 好 来 再铺上一条 婆婆会喜欢的颜色 嗯 师兄做的 让婆婆看得高兴 对 好 就在这里 好 嗯 很美哦 对啊 好 所以让婆婆做这里 好 然后牵着 好 好 然后牵着 平常呢 我们说说话有艺术 座位啊 学问大 如果两个人对坐的话 就会有点紧张 对 好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来做 如果这样子这个 这个座位 这些是大尉 所以大尉来给婆婆做 智慧 我们说啊 婆媳相处啊 媳妇顺了 婆婆就笑 笑顺笑顺 就是媳妇顺 婆婆就笑了 欢迎妈妈说什么 我们都说 妈妈好 妈妈好 那么好跟好呢 那最后呢 要不要从呢 就是怎么样 靠智慧 对 真的要靠智慧 是啊 很正 就是妈妈好 妈妈好 那她其实听了她也开心 妈妈 嗨 我们拍一杯茶 这养生草 这杯还你 这杯还我 好吗 我们在说什么 让她听 她就有在听 爱她 如果要跟妈妈说什么 我们也是爱她有在听 听她这样配合而已 哪有什么 在我喝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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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我真的很忙 可以借用这杯茶 是我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我很开心 当我封上这杯茶的时候 那就我跟婆婆之间的感情 温暖妈妈的心 也温暖我的心 所以我们之间的隔阂 是完全是没有的 这杯热茶 让我感觉到 人生真的需要去付出 去孝顺父母 我觉得要听话 要顺从 妈说的话就爱听 对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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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